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喜欢为大家带来消息 今天我们会讨论你们的向导和天使 他们是什么 他们是谁 为什么与你们同在 他们的服务宗旨 他们现在是如何帮助你们的 以及他们是如何帮助你们的扬生的 首先我们要讨论什么是向导和天使 你们的向导可能是多重身份的家庭成员 你们的向导可以是扬生大师 你们的向导可以是灵性存有 你们的向导可以是迎合大家庭的成员 你们的向导可以是很多不同的人事物 这取决于你们是谁 以及你们去过的地方 和即将进来的支持 你们从这个星球 这个层面去往 第五维度的旅程的人 每个人都有两到五个向导 有的只有两个 因而在一到达这个星球和层面时 便会与向导和天使一同进入 一些孩子进入孕妇的子宫 一些孩子的灵魂在怀孕时就进入了 那些天使和向导 与那个怀孕的母亲同在 他们在孩子出生之前都会一直支持着他 在大多数情况下 孩子的灵魂会一直等到最后 然后在分娩之前 或正在分娩的时候进入 但有时候孩子的灵魂会很早就来临 去体验整个怀孕过程 向导和天使会在那里支持住他们的旅程 并支持着他们的出生 并为他们的一生提供支持 你们的向导和天使会随住你们的扬升 而时不时的变化 有时你们会引入新的更高级别的向导 并因因你们正在做的不同事情 你们会带来不同的向导和天使 因为你们所做的不同事情 也是必须要去做的 可能与工作相关 可能是人生目标的事情 或你们所造成的一些业力 他们会帮助你们完成生命课程或者业力课程 那时你们来到这里的工作 并进一步成为天使 每个人至少会有两个天使 他们会被称为守护天使 这位管道与整个天使王国合作的过程中 他拥有数百万个天使 但你们至少都有两个 你们中的一些人在经历更艰难的转折或旅途时 会遇到更多天使 他们就是你们熟知的的大天使 有大天使拉斐尔 迈克尔 乌里尔 乔菲尔 卡蒙尔和梅塔特隆 有着很多不同的大天使 如果你们在有需要的时候 在不同的时间都可以呼唤他们前来服务 来提供更多的帮助 但是你们都有向导和天使 他们都是服务于你们的 他们都是你们的家族的一部分 在这位管道的生命中的不同时期 会有扬升程度非常高的大师们前来 甘地曾经访问过他 当他需要保护时 会有很多不同的扬升大师来到他的身边 他们可能只是守护着他 并向他展示他们是与他同在的 又或者他们要给他上一堂课 来帮助他更进一步的发展 这些向导是可以互换的 数量不多 但的确是可以互换的 具体取决于你们的进化程度 天使至少会有两个永远与你同在的天使 他们是你们选择去跟随你们的两个天使 然后根据需要可能会有增有减 你们所有人在进入物理曲窍 肉身之前 你们确实都知晓这个扬升旅程 你们中的很多人都只是忘记了它 而你们的天使和向导也确实知道 这个通往第五维度的旅程 在这条道路上 他们都会与你们同在 他们与阿斯塔以及整个天使王国一起 希望为你们所有人带来一个信息 他们与你们同在 他们从来没有离开过你们一点点 他们与你们一起通过这个去往第五维度的旅程 他们在帮助唤醒那些正在沉睡的人 他们在哄劝你们 他们不是在默默地哄劝你们 而是在哄劝你们迈向最高良善利益的方向 他们都希望与你们交谈 他们希望你们知道 他们有在听 即使你们听不到他们说的话 他们也希望你们对他们大声说出来 重要的是要知道他们听到了你们说的话 因此 重要的是你们要大声说出 我能感觉到 或者你们可以帮助我吗 或者我向你们发送爱与祝福 或者你们可以直接指导我吗 这样的话来 他们在听 他们想让你们打开对话 他们想让你们打开与他们的连接 他们一直在听 他们在旅途中一直在帮助你们 但他们希望你们开始更多地表达自己的看法和感觉 你们需要些什么指导 你们可以说 给我一些信号 你们许多人的千里眼即将开启 那就是你们的第三眼 你们的顶轮 有些人会在喉轮上 随着这些脉轮系统的开放 你们中的很多人会进一步地与你们的天使和向导接触 因为你们将能听到一些轻声细语 你们会获得直觉 直觉会帮助你们在扬声的旅程中走得更远 今天 他们与我以及整个天使王国一起传达给你们的信息是 与你们的天使和向导交谈 知晓他们与你们同在 他们在倾听 他们一直都在你们身边 可以在你们需要的时候与你们保持亲密接触 可以为你们提供指导 可以向你们展示不同的事物 或者在需要的时候把不同的事物推向你们的道路 知晓他们希望你们尝试与他们建立更多的联系 我们知道你们中的一些人做得很出色 你们的千里眼和发展高度会来到许多人身上 知晓他们就在那里 知晓我们所有人都在这里支持你们迈向第五维度的旅程 我们希望这能让你们感觉不那么焦虑 希望这可以在你们的扬生道路上帮助到你们 我们希望人类与天使世界 以及你们的向导建立起联盟 我们希望这个联盟真正的开放 所以现在是时候了 我阿斯塔与整个天使王国一起向你们发送如此多的爱 向你们发送如此多的光和祝福 2020年11月2日 大脚星人理事会继续训练你的能力 传岛 丹尼尔 斯科兰顿 译者 马克兔文 大家好 我们是大脚星人理事会 很高兴与你们联系 你已经开始探索一些能力了 一旦你完全进入第五维度 将会更好地利用这些能力与训练 你不能指望马上就掌握其中某一项能力 他们和学习乐器 说外语或从事某项运动没什么不同 如果这些事情你通过练习能做得更好 那么这些能力也没问题 我们看到你们很多人放弃了 你觉得它应该比较容易 所以就停止练习了 现在让我们弄清楚 我们所说的是哪些能力 现在最容易运用的就是心灵感应 但不要把心灵感应想象成你向另一个人传递思想 你要练习心灵感应的方法是 保持与另一个人相同的振动 然后你们都知道对方在那一刻知道了什么 或者你们都收到了相同的下载和灵感 一旦完成了自己的转变之后 心灵遥控将是你另一个第五维度能力 例如你们中有些人发现 能够成功地通过自己的意念使用勺子 这是一项在不同场合都得到证明的技能 但我们建议你不要从太坚硬的东西上开始 从能量开始 把能量传送到你房间的另一个地方 然后去房间的那个地方 看看你能不能感应到它 心灵传送和时间旅行的能力 现在还离你很远 所以即便去尝试也会让你很失望 你们作为第五维度生命 会成为治疗者和通道 在这些领域 你很容易放弃 因为你没有立刻感受到什么 或者你没有立刻与你想要联系的人说上话 但是在第四维度中 运用你身体传递能量的能力 将是一种更令人满意的体验 也是改变你们世界的一种很好的方式 正如我们最近所说 改变将首先发生在你的内心 在看到物质领域的转变之前 你会感觉到能量的转变 物质领域比能量领域要慢 这个时候保持极大的耐心对你是有好处的 因为我们知道你们中的很多人 已经准备好与外星人进行全面接触了 并准备好完成转变 但是你要等待 你要等你的人类同伴赶上来 在你等待的时候 不妨利用手头的时间做些什么 我们是大脚星人理事会 很高兴与大家沟通 2020年11月2日 扬声大师萨南达勇敢地去表达 传导颅影 萨南达兄长说 从前的灵性教导说 你们应当专注于内在的转化 不要把目光投向外界 应当致力于改变自己的存在状态 不要想去做些什么以改变外在的世界 对于过去的你们而言 这曾经是正确 恰当地教导 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但现在对你们中的有些人来说 这已经成为了一种阻碍 我指的是那些已完成内在转化的人 这些人完成了那个步骤 理应进入下一个步骤 自我表达的步骤 然而他们被那个教导困住了 以为自己得一直专注于内在 不可以有任何外在的行动或表现 尽管他们得到了内在的推动 但始终不敢向前迈出这一步 他们一直在抗拒自己内在的那股推动力 你们要知道 当一朵花蕾完成了内在的转化时 它就要绽放为美丽的鲜花 当一只毛毛虫在剪壳中完成了内在的转化时 它就要钻出剪壳 成为在阳光下飞舞的美丽蝴蝶 倘若他们抗拒这个过程 不敢绽放或不敢飞舞 那就会造成生命的停滞 就无法实现自己生命中 理应实现的精彩部分 按照神圣计划的安排 你们每个人都是带着使命来到这个世界的 都有自己要完成的任务 也都配备了完成着任务所需的才能 那么当你们内在的转化完成时 自然就应进入到表达自我 展示天赋与才华的新阶段 你们每个人表达自我的方式都不相同 如果你擅长绘画 那就去画 如果你擅长歌唱 那就去唱 如果你擅长写作 那就去写 如果你擅长演说 那就去说 去展现出自己的创造力 给这世界带来积极 正向的改变 从前当你们尚未完成内在的转化时 你们所做的表达只会是小我的表达 只会增加这个世界的黑暗与混乱 而当你们完成了内在的转化之后 你们所做的表达便是高我的表达 神性的表达 便可以改变这里的黑暗 给这里带来光明 和谐与美好 因此不要再紧抓就的教导不放 要顺应内在地推动 学会放手 臣服 流动 让自己的生命计划顺畅地展开 勇敢地去表达吧 登上你个人的舞台 允许聚光灯照在自己身上 以你独有的方式去进行自己精彩的表演 感恩萨南达兄长的教导 2020年11月2日 大天使迈克尔 令人惊叹地创造 肉身屈窍 传导 Rana Herman Weizen 第一部分 以太体 亲爱的大师们 当你们进入奇蒙的道路上时 你们会对宇宙法则和宇宙的运作 有更好的了解 我们很乐意有机会 偶尔让你们更好的理解 关于创造的一些概念 以及物理容器的复杂性 因此 我们想向你们详细介绍 以太体的组成 及其在扬生过程中的重要性 以太体或以太网 本质上比尘世的身体要细得多 是指肉体的看不见的对应物 以太体由物理光环组成 可通过以太网中的各种颜色 以及变形或不足 来传达你们的身体健康状态 痛苦 难受和气氛的情绪 是让你们无法拥抱 和成为原本应该成为的光之承载者的思维形式 经常是包围身体的不可见电磁立场 它会放大你们的能量 并散发出你们的振动频率模式 在以太网中的精神体光环几乎不存在于那些被困在第三维度和第四维度以下的人们中 因为他们看到的世界和事件是经过过去的信念 思想所产生的幻觉过滤器所过滤的 当存在于第三维 第四维度环境中时 情感体内的主导力就是星光层 因此 绝大多数人受到基本个性和想我欲望身体的影响 想我欲望身体是由对过去的未实现的期盼 情绪失衡和不值得或不被爱的感觉所组成的 扬升过程最戏剧性的阶段之一 就是跨过感性的大众意识信念系统的扭曲 进入更高维度的稳定 纯净和和谐 永远不要忘记 恐惧会夺走你们的力量 普遍的大众意识信念体系 由消极的敌对的思想 以及对新概念和变化的抵制所驱动 大多数群众陷入痛苦和苦难的现实中 却不愿接受新的扩展观念 新的扩展观念能让他们摆脱 小我所施加的限制监狱 至关重要的是 你们必须在公认的二元性范围内 保持稳固的接地和平衡 同时还要在三维环境最终阶段的现实中运转 当你们寻求智慧和努力的适应 第五维度的精神层面时 你们还必须努力的在第四维度的虚幻世界中 建立情感上的和谐与宁静 你们必须时刻留心自己的灵魂和高我的轻声细语 同样重要的是 要了解 你们不仅拥有一个高我 而且还有许多个高我的碎片或火花 散布在整个子宇宙中 扬升过程需要你们的高我的下一个 更高维度频率方面的逐步整合和吸收 你们正在扩展圣光和意识觉知 一旦你们扩展了圣光的个人生命线 那么你们向自我掌控以及扬升过程的转变将会大大加速 个人生命线是一束光的以太管道 这是你们与神圣自我的体现的核心联系 你们还正在通过你们个人的 Antiakorona光之彩虹桥重建与生命之河的连接 其中包含了纯净的造物主本质 也就是金刚粒子 在过去的许多个世代中 人类减少了与生命光之河的联系 因此对大多数人来说 它只是昙花一现 你们每个人都有一个灰光层 它是由你们的金场和灵魂之歌的振动模式所产生的 扬升意味着让整个身体的脉轮系统达到平衡 这将有助于净化 精炼和平衡以太体合金场 你们的目标是让以太体合金场恢复他们完美的神圣蓝图 这是你们原始身体形态的人类蓝图 被称为亚当夏娃的光运之身 我们通过你们的多个身体系统 身体 精神 情感和以太中的颜色带来观察你们 这些颜色带是由你们在各个生世以来的思想 行动和行为所创造的 你们的能量标识由你们通过日复一日的思想 行动和行为发出的振动频率模式所组成 当你们在第三 第四维环境中运作时 你们的能量标识可能会发生很大的变化 然而随着你们沿着启蒙之路往前进 你们的能量标识逐渐变得更加和谐和悦耳 最终成为你们永恒的灵魂之歌标识的一部分 灵魂的进步是由灵魂之歌的频率来监控的 而不是由你们的日常行为来监控的 你们的灵魂之歌由无条件的爱、智慧、平衡与和谐的第四和更高维度的振动模式组成 作为自我大师 你们的能量标识和灵魂之歌会融合为声音和色彩的天国曼陀罗 通过它 你们可以在更高的领域中被识别 你们内在的光辉让你们得到了识别 你们把更多的光之本质融入到你们的物理容器中 你们的光环将更加明亮地发光 圣灵或你们的高我是有洞察力的高等之力 可以根据你们的灵性意识水平和当前需求 从而监控和调节分配给你们的光的注入和圣灵的恩赐 特殊分配也由你们的神圣精神自我进行监控和分发的 这是你们与你们的我之存在上帝自我之间的中介 冥想有助于训练低频头脑和小我 让你们可以有意识地适应高频意识地沉思 要停止思维的喋喋不休 需要耐心和纪律 思维的喋喋不休是那些与高频意识隔离的人的常态 我们鼓励你们练习主动和被动冥想 肯定是很有力量的祈祷 它应该是一个简短的 积极地肯定表达 并应保证在适当的时候以适当的方式表现出来 如果这种肯定是出于对最大良善的热忱而发出的话 那么你们会让自己的意愿与高我的意愿对齐 而宇宙法则会确保你们的共同造物主的思想和愿望 会与其他人的思想和愿望相结合 因此他们的力量将会增加 静心冥想是在聆听高我 守护天使或圣灵给出的答案 请记住 一个位于圣心和神圣头脑的中心的人 可以向数百万人传达宇宙的真理和启发性的思想 而他们经常的爱之振动 让与他们接触的每个人都受益 宁静和喜悦是灵魂的特质 当灵魂成为内在的主导力量 并且小我特质受到控制时 就会产生智慧之爱 当你们成功溶解守护住圣心之光的光摩时 你们就可以进入自己的神圣智慧仓库了 第二部分 肉体 让我们来回顾一下阳生的许多症状中的部分症状 这是你们道路上的同修目前正在经历的症状 你们会发现自己离开了过去愉快的社交活动和事件 喧闹的声音 拥挤的人群和热闹的活动会打扰到你们 你们渴望隐居 也可能渴望大自然的宁静 随住振动频率的升高并变得更加和谐 你们会摆脱与发出较低不一致频率的人 事件和地方的互动 而且慢慢的你们会与某些亲戚朋友 尤其是那些对他人持消极 批判和不友善的亲朋好友越来越少的互动 你们可能会有剧烈的能量爆发 因此你们几乎无法保持静止 有时候你们可能会感到内心如此轻盈 以至于几乎感觉不到身体的形态 在其他时候 你们可能会感到沉重几乎陷入地下 并且可能会感到极度疲劳 你们的身体形态在乙态和细胞水平上 正在经历着严重的转变 某些转化症状并不令人愉悦 尤其是对于那些已较年老或比较虚弱的身体形态存在的人来说更甚 当昆达里尼神圣之火 开始升起到你们的脊柱光之以太管道上时 你们可能会经历强烈的内部灼热 而你们的外在身体却感到冰冷 甚至是又湿又冷 最初 这就是最好努力去逐步释放存储在脊柱根部海底轮中的 昆达里尼之火的原因 以便你们可以逐渐整合更高频率的上帝之光 当你们处于扬升的转型过程中时 更快 更多并不一定总是更好的 对于这个过程的早期阶段 与某些精炼的圣光频率融合在一起并不会过分 但是 对于那些在扬升过程中进展顺利的星际种子 以同意成为世界服务者并帮助为他人扫清道路的人们来说 这是一个艰巨而持续的过程 因为他们集成了越来越高的圣光与他人分享 当你们经历许多情绪起伏时 你们可能会觉得自己好像在坐过山车 你们正在从深层细胞级别挖掘 并释放许多受影响的能量和不一致的频率模式 让这些浮出水面是至关重要的 这可以把它们转化为精炼的光之物质 重要的是 当你们客观的观察 处理和纠正问题时 学会成为正在发生的事情的观察者 同时要有耐心和理解对你们揭示的事情 你们的饮食习惯可能会发生巨大变化 无论你们选择吃什么 都要遵循内在的指导 并在摄入任何东西后监控身体的感觉 你们的物质身体或内在身体的智慧正在被唤醒 如果你们把注意力放在它们之上的话 它会引导你们选择适当的食物和饮食 永远记住 在所有事情上都要有节制 这才是关键 你们可能会遇到许多奇怪的疼痛和痛楚 对此是没有明确的诊断的 物理身体的内部有着许多较小的脉轮和穴位 当更高频率的光尝试去流遍全身时 这些光可能会在这些关键时刻遇到阻力 从而引起不适 最常见的一个疼痛区域就是肩胛骨之间的上背部脊柱区域 你们可能会有种失去理智的感觉 或者至少是在失去记忆 大脑内部存在着多维层次 因此 当你们提高频率模式时 大脑的较低层次会逐渐被完善 因此 你们将不再需要或无法访问大部分负面的过去历史记录 以及其中存储的诸多琐事 你们将可以进入神圣心灵所在的更高层次的大脑 神圣头脑与圣心之间的统一是扬生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亲爱的 你们必须承认这是一段在物理容器中度过的令人振奋的时光 但是你们的物理容器正努力跟上不断变化的频率 并不断地与时俱进 你们许多人有很多年都没有患上感冒 流感或肠道疾病 但现在又再次出现这些使人衰弱的症状了 其中有些人问道 我做错了什么 勇敢的朋友们 你们没有做错什么 你们所做的正确的事情 是导致这些身体不是发作的原因 我们承认以下事实 体验这些经历并不愉快 但是我们希望为你们提供另一个真理方面的思考 再次你们中的许多人深深地沉浸在加速的转变过程中 他们正在经历这些不适的症状 以此作为快速转化物理容器中的那些旧的负能量的方法 你们可以把它称为通过火焰进行的转变或者洗礼 也就是燃烧并释放旧的频率模式 以时意识地更高 更精炼的水晶细胞渗透并占据物理身体的内在 并非所有病毒都是有害的 你们遇到的所有不是症状也不是都是有害的 把它们是为达到更高目的的手段 亲爱的们 这些事物也都会过去的 我们请求你们滋养自己 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关注物理容器 以及你们聪明的身体向你们发出的信号或信息 如果你们宝贵的物理容器没有了生机和健康 那么你们要如何享受自己所创造的充满爱 喜悦和丰富的美丽世界呢? 亲爱的们 在你们个人光之金字塔中加入我们 并让我们协助你们更轻松 优雅地并且非常快乐地完成这个过程 愿我们父神母神的光芒倾泻到你们身上 让你们充满永恒的生命之光 知晓我们会随时为你们提供指导和保护 我是大天使迈克尔 谢谢观众